11位留了下来 各位 我很喜欢刘伯涵 我认为刘伯涵用一种方法做了一个逆转 刚开始我请传媒大学同学考日语的时候 我相信一上场 他给大家的印象就一下跌入低谷 是低起点 但是能够在短短的第一轮过后 凭自己聊天 扳回一局 挺好的 加油 好不好 伯涵 谢谢老邦老师 天生我有钱 就是经常一个企业在通知 假设十个人来面试的情况下 大概会有60%的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招呼的就没来 就是现在在我们经常面临的这个 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有两种 第一种可能是应聘者 他的时间安排的不是很妥当 再一个可能是他事后考虑 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很适合 但是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通知你来面试 如果你到时间没有到 我会继续打电话询问你 没有来面试的原因 然后再定一下下一次面试的时间 好 因为你是有这个招聘的 两年的实习经验嘛 对吧 所以我相信你的 看人试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OK 所以我们这些boss 然后你选三个你最熟悉的boss 讲一下这个boss的优点和缺点 不要讲优点缺点 来 首先从沐言开始 可以 缺点 我觉得您是否不够坦诚 好 不够坦诚 装 缺点就是装 非常好 太准确了 再挑两个老板讲一下 第二个 陈佑 缺点 不用夸 缺点 陈总 缺点 不好找的 是挺 更装 其实我觉得您是不是很注重您的形象 自恋 在电视上注重 行 非常好 进步 缺点 这个问题太难了 我觉得这点太明显了吧 对 把话筒放下了 缺点 我觉得您对于做的事情 有很急于的去表现 急于求成的 自恋的 装的 好 我给你一个特别难的题目 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老板 沈仙姐姐 如果一个男老板把引到自己身上的火 主动 自己身上着着火呢 不光 就不是想着先拍灭 而是找到旁边一个女的 然后砰 卑鄙 简短 少当的缺点 好 这可以 这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当然 汗不下来 我的毛病很多 我觉得您也是很 很性情中人 很爱极的一个人 对 对 第二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 爱极 不是就一个吗 不不不 没事没事 咱们坦诚聊天 第一个缺点爱极 第二 呃 就是 您不太 愿意听 其他选手的辩解 我觉得 我不爱听解释 对 你觉得 这个是解释是多余的 是的 第二 好 非常准 哎 孝高 他看人家看得真挺准的 看人家看得挺准的 人特别 不 如果说 咱们评价的这五个人 你要选一个人 选一个人 做销售 你会选谁 好 非常好的问题 你现在 现在评价了 哪五个人 这四个人嘛 记住 以后再让你说 姚进波的缺点 你就说 混乱 你现在做销售 你要把他们其中一个人 我们其中一个人 当作你的销售对象 会选谁 并且说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四个人都不太适合 一定要选 尹峰 为什么 尹总 我觉得尹总就是那种 很知书达理 然后很会给人讲道理 他不觉得你是在像 我不觉得你是在像我 销售东西 但是变相的 您确实对我销售 能销售他 对 所以你说到了尹峰的缺点 说的也非常准 你是用这种方法表达的 但是想总结起来呢 就是好为人师 和我是一样的 尹峰 所以咱俩还挺好的 对不对 投脾气 我的梦想就是当老师 这一轮评价过后 为他加分不少 因为作为一个人力资源来讲 看人的能力非常重要 并且他在短短两年的 实习的经验当中 就锻炼出这样的能力 证明他是有天赋的 并且是热爱这个行业的 十一位 做选择 刘伯涵 是须是柳 谢谢大家